九金山有金门桥 艺术工九曲花街 九金山有Cable Car 唐人街 御人马桶 九金山有二人的气候 浓郁的文化色彩 九金山还有一辈又一辈 为之奋斗的金山客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现在你收听的是金山客节目 我是永青 今期的金山客我会和大家说的是 回顾筹备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 现在很多来救金山的游客 会轻之勃勃地到北岸区海旁的艺术工 领略罗马式建筑风格 但是很少人知道 这个是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遗留下来少数建筑物之一 更少人知道旧金山 为什么举办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话说在巴拿马运河打通之前 来往太平洋和美国东部之间的海运交通 需要绕行南美洲最南端 不仅浪费时间 还增加了成本 那些人都希望在美洲大陆哪个地方 开拓一条联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云河 这就是1904年5月4日 人工运河在巴拿马正式动工开华的原因 所以这条大运河就被称为巴拿马运河 在同一年旧金山有人提出 在巴拿马运河进攻的时候 就在旧金山举办一次国际博览会 拿来纪念他的历史性进攻通行 而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因这条运河而产生的 时间回到1909年的12月初 旧金山多家中英文报纸 刊登了一条消息 说旧金山商会向附近多个分会发出信函 要求他们派出代表 在12月7日星期二下午3点 到旧金山商会参加会议 讨论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筹备事宜 据了解信函中介绍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和目的 信中说了当巴拿马运河在1904年开始动工时 旧金山就有人想在旧金山举办国际博览会 拿来庆祝巴拿马运河进攻空航的活动 这个想法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 形成了共识 一些人组织起来 成立了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公司 而这间公司将举办权和经营权交给旧金山商会负责 所以商会就召集大家 商议一个可行的方法 来办好这届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博览会 信函中还表示 商会希望联邦众议院 在下次开会那时 通过撥款250万 分五年 每年50万勃给旧金山 旧金山和加州再另外筹集250万 总共筹集500万 作为举办国际博览会的營运经费 商会希望邀请欧亚各国参加博览会 首先包括英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中国等国家 在博览会中兴建各自的场馆 也邀请美国各州参加 以及展示各州的工农业产品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能够为旧金山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 并刺激经济发展 时间来到1909年12月7日 下午3点 各地的商会代表 聚集在旧金山商会 兴奋而又热烈地讨论如何筹办 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会上推举了5个人担任不同范畴的负责人 再由他们各自指派直理30人 合共150人 组成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筹备委员会 当时的中国城中文报纸 都用巴拿马帕斯域万国博览会的名字 这个筹委会每天下午4点 都会聚集在旧金山商会举行礼会 回报博览会的各项筹备事宜 然而没过几天 有人就觉得筹备一次国际性博览会 各项的事务千头万碎 150人太少不够人手 应该至少要到200人才应付到日常的工作 这个建议获得筹委会成员的赞同 并很快地补选了50名籍理 这些籍理都是来自旧金山商人和律师 最后在筹备工作日益繁重的情况下 大家觉得人事分工应该更加细致 到了1909年12月28日 大家从200个籍理中推选出多汶、士路及德顿三个人 任筹委会副总经理 分别负责选择场地、筹款以及邀请各个参会 他们三个人然后各自挑选30个人协助管核各自的工作 这30个人当中包括各部社的社长、银行家 有两个还是来自西雅图的白人商人 当他们得知旧金山要在1915年举办巴拿马 太平洋国家博览会来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时 表现得十分兴奋亦十分支持 马上就各自向旧金山商会捐了2000元 从以上的介绍就不难看出博览会筹委会的组织结构 已经初步形成 各汉的筹备工作正在有罪地展开 但是他们的心情却是忐忑不安 因为当时除了旧金山 还有圣地亚哥和新奥尔良 也在争取举办 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 旧金山并无必性的把握 虽然旧金山商会认为 他们的赢面要比另外两个城市要大 就在1910年1月30日星期一 联邦众议院就旧金山和新奥尔良争取 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 举办权投票表决 结果旧金山赢得188票 新奥尔良获得159票 相差29票 旧金山在众议院投票中获得胜利 接下来要看参议院的表决结果 他们预计与众议院差不多 旧金山各界在得知联邦众议院 通过旧金山举办 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的议案后 欢恩鼓舞 先由江尼古英文日报接电后 每分钟鸣炮两响 旧金山各个地方闻声响应 工厂就响号 轮船就鸣笛 商铺就挂旗 市区办公楼上面的窗口 一箱箱的彩纸 在高空飘下来 堆满了一地 在当日的下午 城中的大商人 资本家 银行家 陆陆续续地集中在旧金山商会 兴奋地讨论旧金山 赢了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举办权后 将会为旧金山吸引多少人流 创造多少商机 带动多少就业 增加多少税收等等 而更好的消息就是 筹委会的工作没有白费 世界多个国家纷纷表示支持旧金山举办 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在1909年的12月8号 旧金山一份英文日报的记者 向欧亚多国家的总领事了解 他们对旧金山举办 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的看法 查问他们国家会不会参战 而所得到的答案相当令人鼓舞 应、德、法、俄、日、以、彼等国家总领事表示认可 表示到时他们的国家会兴建自己的场馆 陈列自己国家的土特产和工业制成品 意大利总领事还表示 意大利不仅会参加博览会 还会派一支男队为博览会座庆 中国当时仍是清朝 本清总领事许秉俊对记者说 中国政府一定会参加这次国际博览会 具体如何办理要等有关机构处理 他认为巴拿马运河开通后 对世界交通运输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世界各国紧要表达祝贺 为了确定中国派代表团参加 1915年的国际博览会的事 博览会筹委会几位负责人 趁中国驻美公使张音堂到任 1910年12月逃经旧金山那个机会 和将公使进行短暂的交流 他们希望请政府组织一个代表团 参加旧金山在1915年举办的 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品参展 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领略中华文化的风采 博览会筹委会还称赞中国代表团 曾经参加之前的大型活动 中国人的游行队伍耀眼夺目 服装道具五彩纷纷 如果可以来参加旧金山举办的 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一定会有上街的表现 会见是闭门进行的 后来据传出来的消息说 将公使对筹委会的请求 一一地欣然地英运了 要成功地举办一次大型的博览会 联邦政府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加州众议员简士英在12月6日 就在首都华盛顿的联邦众议院提出议案 希望众议院拨款五百万给旧金山商会 作为举办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的经费 12月21日 加州参议员拿伦说 如果联邦政府撥款资助的经费到位的话 旧金山举办的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一定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因为旧金山地处要冲 无论是从远东来的轮船 还是从中南美周来的轮船 大多数都会停靠在旧金山港 到时参观国际博览会的游客 一定会超过一百万人次 在体代旧金山举行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的事上 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 表现出乐观其成的态度 表示当参众议员就撥款进行讨论时 他会尽力促使他通过 在游说联邦国会撥款支持博览会经费的同时 博览会筹委会也密罗紧鼓地进行筹款准备工作 到了1909年12月28日 星期二 筹委会就在旧金山商会召开直理会议 商议筹款的事情 具体办法是 计划先筹集开办经费250万 然后向联邦政府申请撥款500万 充实博览会经费 然而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筹委会原本计划筹款250万 但后来需要筹款500万 正当筹委会在想如何才筹到更多的善款时 就在1910年1月24日 他们收到一位白人女士的信简 这封信建议发放博览会股票 每股至少10元 直里门轮流传越了这封信 都觉得有道理 准备按照所提的方法筹集更多的经费 另外 他们当时选择的场地是在金门公园和海九山一带 到了1910年4月28日 星期四 博览会筹委会正式对外招股 定招50万股 每一股是10元 如果这些股票能够如数地卖出去的话 以后就更容易向联邦政府申请 对应撥款 就在当日 筹委会邀请中华总商会派代表出席会议 商会派出十几个代表旁听 筹委会直里门 向中华总商会代表介绍 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将会为旧金山带来的经济效益 相信也会推动更多游客 来到中国城观光 会议上面 筹委会留了10万张股票给华裔社区 希望中华总商会代为销售 促使筹委会能够早日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时间来到1910年5月19日 稍为早时搭认为博览会投放海报的 肖顿派消息车路公司 应购博览会股票20万元 旧金山煤电公司日前也购买10万 此外还有奥乃的火车公司15万 山打飞火车公司12万5千 斯丹达煤油公司5万元 亚索士迪煤油公司5万 灭神轮船公司25万 阿美尼加谭山轮船公司25万 韦士顿妖演电火公司1万 就在500万的目标即将达成 1910年6月中 联邦国会传来最新的消息 要求博览会筹委会首先必须筹到750万 才可举办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 然而博览会筹委会 目前卖出的股票合共600万 被联邦国会要求仲差150万 于是筹委会决定 在6月23日星期四 旧金山商会属下各大商务会员 必须派出一名代表 和其他代表集中起来 再分成几个小组 分头在市内几个商业区 沿街地向商铺无捐认股 希望能够筹足150万 到了1910年2月中 时任美国总统 罗斯福在联邦国会参众议院批准 旧金山举办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议案 1910年2月17日星期五 旧金山市长麦卡地发布通告 称有监于旧金山已经获得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的举办权 旧金山顶于2月25日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 全部商店一律休息 全市游行庆祝 于是就在2月25日 欢迎结束在首都华盛顿 向联邦国会争取拨款后 外旋回来的加州议员 旧金山获得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举办权的游行队伍 集中在旧金山阔街和市长街一带 然后由古乐队开道 沿着市长街向海旁的屋轮道轮码头走去 最后接返到联合港场解散 旧金山庆祝游行结束后 国岸正式筹备活动如火如荼般全面铺开 以上故事是由喬布之心记者吴祥明赞稿 多谢大家的收听 旧金山有金门桥 艺术工 九曲花街 旧金山有Cable Car 唐人街 御人马桶 旧金山有耳隐的气候 浓郁的文化色彩 旧金山还有一辈又一辈为之奋斗的金山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